乘搭一只美团 有朋友问3690 有没有机会上回245元 他想调动资金的 他说麻烦你 他叫赵云 OK 其实真的过去这两个月 我们见到很多人 大家都想调配不同的资金 245元我觉得 其实坦白说 要看一下气氛 如果你说气氛 保持过去那两天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正如节目都说 今晚的CPI会不会令市场转变 气氛 这是一个疑问 但是我自己觉得 那个机会率高 因为我见到 例如腾伸 阿里巴巴就一半一半 但是正如刚才提到的8度 其实股价 你见到开始是 反映气氛有少少转变 转好的 科网股 尤其是 始终这一天就调回是龙头 不像刚才说的那些 我觉得我当作是龙头那批 应该会是一起移动的 所以我觉得上245元的机率高的 如果今晚没事的话 可能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有机会 但是你短线都 如果你已经是想着调配资金呢 我觉得有时候就未必在失过价位的 你刚好你都是在博市场气氛而已 如果你用到这么短线的话 那你就可能我会设定 大概220元 就是如果今次上不了240多元 可能220元我就宁愿转身走了 既然你都已经有心目中 有些目标想着去做其他东西的话 就始终时间都是一个成本